长时间过度用嗓的人 嗓音会有一种轻微嘶哑的感觉 可能是长了声带小节或吸肉 如果在过度用嗓声带冲血时 喝凉的饮料就会更严重 所以讲课唱歌开会发言 建议多喝温热的茶饮 如果嗓子已经有问题 可以喝橘红开阴影 取干山楂 陈皮 一起煮水或冲泡 加入红糖 这个方子适合说话过多 引起声音嘶哑 或有圣诞小节吸肉的人日常调理 长时间说话 如果嗓子不舒服 光致嗓子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在咽喉那里有肾经通过 说话太多就会好气伤肾 可以喝果菊清饮 取罗汉果一个鱼心草 菊花 一起搭配煮水或冲泡 这个茶方不仅可以护嗓 也可以轻湿热 平时嗓子不舒服 或经常抽烟的人 或吸二手烟的人都可以饮用 注意 女性经期或风寒感冒急性期 不要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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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